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以后 到现在 我们累计查办的重点案件超过17万件 13.5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83.3万件 较12.5增长了1.4倍 此外我们推动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 2016年2018年 分别严肃地查出了两起典型的环境质量数据造假案件 23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这在生态环保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因为数据造假被判刑 23人中最多的两年被判刑 最少的也在半年左右 这极大的发挥了政策作用 在生态环保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生态环保的历史上是第一次